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台南安平老街 以往假日人满为患的景象不见了 邓个日疫情不退烧 中秋假期的头一天 冷冷清清 散客跟团体 也都是一直把行程改 都一直取消他们的店桌 因为平常要挤进来 就是只能平常日来 现在就很宽敞 不只老街人少 观光客必到了正新街商圈 游客锐检 以往大牌长龙的人气冰店 感受最强烈 快七八成左右 真的吗 因为像是现在街上的人潮 光看就差很多了 要等很久 还要去外面晃一下 才会叫到我们的号码 可是现在一来就不用等 观光客却步 不少在地民众把握机会 出外品尝美味 不只是市区游客变少 以往中秋节假期 走马赖农场 露营区总是大爆满 大家露营烤肉超级开心 但现在却冷冷清新 而在台南新化的大坑农场更惨 原本中秋假期 六十间房间全部订满 但现在房客担心被蚊子钉到 传染灯格热 纷纷退房 只剩下三组房客入住 业绩少了九成 往年的中秋假期 农场业者总是把握机会 大牢一笔 但今年中秋廉假 遇到登格热搅局 也让景点业者损失惨重 记者季博士台南报导